主料,芹菜500克,乌花肉250克,辅料,油,盐,洋葱半克,料酒,生抽,姜丝,浸开水半碗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五花肉切片后用料酒,生抽,盐腌制至少5分钟,芹菜洗净切成寸段,用开水捉一下,洋葱切粒,热锅冷油,锅内放洋葱粒, 干红椒一个,油烂上来后,放入腌制好的五花肉片,加入少量清开水,炖甜克五花肉,加入芹菜,翻炒均匀,滴入少许老抽,等芹菜变色,放盐调味,滴上香油出锅,烹饪技巧,芹菜用开水捉一下栽炒,颜色变绿,口感上生脆不柴较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